主持 屬侯 朱镖 朱沙 还有藤黄 放在一个碟子上 墨放在一边 所以先画那个眼睛 现在画眼睛呢 眼珠呢 先画一个好像一笔一笔 然后从这里 你看他从眼球这边 下面这个眼这边 然后就可以出一条线 就是他的嘴巴的那条线 然后 这样他就是一个他的桌子 用这里开车 上面这个比较宽 下面比较 比较细 这样的话 我们先打他的那个头 大概形状 来 先混一点 啊 主标也行 或者猪啊 猪杀都可以 可以 其实用猪杀都比较红 猪杀啊 猪杀 在那个盘里混 均匀了 然后 然后 用些鼠红 那鼠红 他的均匀 在机关呢 啊 一般上呢 有有差不多五到六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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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 一个 两个 一口 三个 一口 三个一口 四个一口 差不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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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眼睛 那也是一圈的红色 一圈的红色 一圈的红色 然后 他这里呢 留一点白 是他的耳朵 留一点白是他的耳朵 好 所以 这个呢 也要画的清楚 在耳朵下面 这里有个耳末 耳末 然后 他在这个嘴下面呢也有 两片很大的水 在他这些地方点点 在这些地方点点 在这些地方点点 这个就是他的脖子上的羽毛 然后这里是他的翅膀 现在这里留下来给他 等一下我们用比较重的毛发 他的翅膀后面的硬的羽毛 这里后面呢就是我们说的护鱼 然后护鱼 附近的护鱼 护鱼就是覆盖的鱼 护鱼 这里 他这些这个护鱼呢是随下来的 这样子一团好像扇子一样 但是随下来的 公届的鱼都很漂亮 就是很长 很长 比较深色 现在我们就用比较深一点的墨 是墨有 武色 武武色 蛟龙中淡浅 所以再看你就要瞧什么颜色 的墨可以在一个公届上有不同的不同的颜色 这公届这里是他的腹部 因为公届从这里吃 他的胃呢 就是在这里 那食物呢就藏在这里 所以他这里 他的胸部呢 一般上的鸡肉也很多 所以我们是鸡胸肉嘛 对 我们在超市买的都是肉 而且他这里呢也是一个袋子在里面 所以他这里是鼓起来圆圆的 然后鼓起 然后他这里 这是就是他的 这个是他的胃 这里的这个是胸 用不同的墨色暖色就像他这里有几只成那个暖暖的毛 这个就是他的下腹部 然后这里可以发个他的鸡腿 大大鸡腿在这个攻击马来记得一定很大 然后我们吃吃鸡的时候也知道 都有一些黑色比较硬的毛 这可以是他 他这种毛能够飞起来的 就是说空气也能够飞起来 非常舒服 换那个鸡尾巴的时候呢 一般上都用中风行笔 中风行笔 这个时候就好像我画蓝花 讲啊 一长 二短 三破空眼 记得吗 都是用这种口节 然后在这里再画一长 二短 三破空眼 这样的话你重重跌跌的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那个尾巴的那个形状化出来 而且他会形成的比较有立体的感觉 啊 知道吗 所以我们画这些眉蓝菊组的时候呢 我们学了很多基本功 那都可以在一个经常的用在不同的题材上 还是画他眼睛 画个V形 画圆形在后面在外面 然后画他嘴巴也是 画条线出来 他的嘴巴一般比较小 比这个公鸡的小 还是一样 哎 这个比较小 看他的器官在这里比较小 还是有耳朵 还是有一点耳水 下面这个 他的他的嘴巴下面也有一点水 但是很小 很小 他颈上的脖上脖子上的那个毛比较 比较短 然后而且 比较密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就可以就可以再调 用去刚才用剩的一个红色 好点黄 加个色 巧克力的颜色 紫色 这十 这十 这十有标准 是名字 这些都是普通颜色的名称都要大家 然后不同的那个颜色出来 你看那个 那个毛 毛的颜色就可以画出来了 你是要 圆 这个形成那个圆形的 谷布 他的毛就是说我刚才写一写说他是比较比较松比较细的吗 你看 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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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背上的毛先把他背上的毛挖出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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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翅膀 他翅膀 他翅膀 这里是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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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那个在阿比肩上有点那个胭脂呢 他就形成了每每个每片那个毛呢都是可以用的比较模型 嗯 嗯 嗯 他的尾巴这里呢 这个 呃 呃 呼吁呢 也是有呼吁 但是他呼吁比较啊 没这个啊 空气这么长 而且他不会说水下来他就是比较翘起来的 嗯 他上 所以那个母鸡的特点啊你们要注意 我也要注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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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边的那个翅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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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他的胃的地方 这个圆圆的 圆圆的 好 这个是他的胸 胸部 好 他的腹部 等下我们在这里再加一点硬的那个 呃 呃 他的翅膀后面 但是现在画他的 他把臀部了 这个地方啊 也是有些隆隆的吗 嗯 他的腿呢 就没有这么明显 因为他的腿都是给那些毛啊 啊 遮起来 啊 所以他的毛 自己的那个腿部没有这么明显 跟那个 公鸡呢 有点分别 差别 好像三级 一针一根一根的翘起来 所以比较像母鸡 这个 把明天的 那个 女马 用深色的纸色或者胭脂把它提一提 嗯 放着那个羽毛 出来 这里后面也可以加几条 呃 黑色的 女马 这个小猪的头 这个脖子上 这个是他的翅膀 头翅膀尾巴 这里另外一只翅膀尾巴 画得比较远一点 要注意他硬 有时候硬的太厉害 在一起的 这头又画他比较远一点 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方向 有一次呢也就比较靠近他的母亲 是这样像的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小猪的头紧箍 然后他有那个伸直 然后他腿 让他给这个头伸出了 他下来的小猪 这个是小猪 这个是一个两条腿 眼睛大概在这个地方 有时候要有耐心一点 要不然它会阴开 在前面 在后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家庭画出来了 两个是父母跟五个孩子 他这个公鸡的脚爪 有灵的 你们在餐厅吃鸡爪的时候就吃了 吐出他们鸡的脚的力度 还有骨头骨结 然后才能够形成 它这里有 后面也有细细的铃 他这里后面有个一个爪 然后前面呢有三个爪 还有一个尖尖的爪在前面哦 这个是黄色 明显所以一般上呢 很可能可也不看不到 他就后面这个 他就有四次四次 那爪在下面 然后加多一点那个珠上 在他的头 这里点一点把它提一提 有点蓝蓝蓝的 尾巴上 让他提一提 有点蓝蓝的 然后再调一下 就好像可以 放了一些 好不好 然后慢慢的 冷蓝的 先来 看一下 有点 свato 鲜蓝的鲜蓝 鲜蓝 阻加一个鲜蓝的鲜蓝 性的鲜蓝 还有鲜蓝 可以 看 这样 这样 就好看 好看 因为它那个 这些羽毛很 很光亮 虽然是黑色 但是很光亮 所以它有一点蓝色的色彩在里面 属红 都有这种羽毛的色在里面 还有那个 出上 先把那个 紫色 这个胭脂 胭脂色 调到那个笔干上 然后调点鼠红 点一点的 这个 这个机关花呢 就好像机关一样 然后机关一样团团的 其实它这个机关花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小小的花 那个好像 这个 这样一团就可能它有二三十多 小小的花 所以 所以 它是由无数的 那个 花团 组成的 就是那个菜花 啊 就是那个菜花 对 一路有点好多点 对对对 好像有点那个 叫什么花 这个好像包菜花 你没有吃过包菜花 它就是 就有很多 很多团 啊 这里呢 就分了很多枝 这样 这里 一个大的花 下面可能也有几个小的花 拌着它 拌着它 就是这样点点它 这样代表它有很多 不同的花在那边 你要觉得它是毛茸茸了 知道吗 它是毛茸茸 所以有些叠有些那个 可以点到外面 所以 有点看到它有点毛茸的感觉 黄 放到 调到这个花茸在碟子上 把它调成了绿色 它出成了 酱色 酱色 花 这应该消失 花拓是 花二 好 好 出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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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家里有 然后的 激光花的话 你就知道它就是这样的 形状 嗯 还是一样 就是说 如果在主感是这样画出来 从这里出啊 这个从这里出 如果这个呢 也是像好像 破风眼浆 最速度啊 颜色比较啊 红 嗯 不要竖起来 嗯 在靠近这个花的 地方 就是比较竖起来的 然后它慢慢下去的时候呢 那个 椰子呢 就 比较水下来 翻 切 很长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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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烊 跟那个牡丹的叶子不同 它比较长 所以够的时候也要把它够的长一点 好 我记得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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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色 现在这个呢是先 先上色然后才够 也是这样把那个零片画出来 其实这个爪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很随便的够 就是把那个外细线够出来就好 就可以了 有些呢就画得比较详细 够起来 你不够也可以 刚才这样淡淡的 是啊我觉得还好看 干淡的也可以 你可以把它勾 如果叠得太大了 刚才说有人说太大了就把它勾 还有一点 地 就可以这样点 或者这样点 他说8月20几日才看那个 就是好像那个地上有点石头 点点就好 把那个地上那个平面形形出来 好 这样的话你就觉得哦那地是有点不平 时间怎么样 我看什么的花 什么花是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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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花是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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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的花之后